我国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驻荣号火星车最近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区域首次实现了利用巡航器上的短波红外光谱仪在火星原位探测到含水矿物发现了着陆区近期水活动的迹象 我国天问一号驻荣号火星车在火星乌托邦平原着陆区通过短波红外光谱和导航与地形相机数据发现类似沉积岩的板状硬壳层 富含含水硫酸岩等矿物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刘洋研究团队推断认为 这可能是由地下水泳翼或者毛细作用蒸发结晶出的盐类矿物 交接火星土壤后经盐化作用形成 揭示了着陆区近期游水活动迹象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搭载的驻荣号火星车 于2021年5月15号成功着陆于乌托邦平原南部区域 在火星表面留下中国印记 截至目前 驻荣号火星车已经在火星北部低地的乌托邦平原区域行驶一年 累计行驶近2000米 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科学探测数据 驻荣号火星车着陆区位于经历了重塑事件的年轻亚马逊纪地层上 已有的研究认为 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气候寒冷 干燥 液态水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极其有限 驻荣号火星车的发现表明 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跃 驻荣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的原位资源利用 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研究成果5月11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进展》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